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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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卡 哦 二人分别用三花猪制作一道创意菜 如果说吃 刘浦还是比较在行的 但是让他跟夏大厨比拼做创意菜 这任务的难度系数还真是不小呢 饱餐过后的二人根据郑厨师给的地址 找到了位于乡房区的三花猪养殖基地 哎呀 夏天哥 你觉得这像养猪的地方吗 小花园一样 对呀 这环境真的是太美了 你看有凉亭 有喷泉 对于作为农业记者的刘浦来说 也是见过各种各样的来自南北不同的养殖场了 但是三花猪的养殖场 还真是让见多识广的刘浦大吃一惊 这里不仅有一栋栋红顶绿墙整齐的现代猪社 还有满园的花花草草 养殖园区还有鱼塘 喷泉 这哪里像养猪场 这简直就是一片小花园啊 哎 你好 你好 哎 你好 请问这里是三花猪的养殖场吗 对呀 对呀 不是 你确定这是猪场啊 对 眼前的这位就是负责管理三花猪的罕见技术员 听他说这个占地面积在六万平方米的养殖基地里 有着近万头的三花猪都生活在这里 要说猪这种憨泰可居的动物 我们的记者刘浦可是没少见过 可是这三花猪又到底是哪种猪呢 难道它长得像花一样漂亮吗 它是东北民猪和杜洛克杂交产出的二人母猪 完之后再用大白杂交生产出的三花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加入了本板后的墙体能达到50公分厚 后室的墙体结构可以保证猪舍的温度相对稳定 即使在寒冷的冬天 这些三花猪也可以享受温暖舒适的生活 除了咱们的品种优势还有就是环境 那我们的环境优势主要是体现在哪呢 首先从我们这个猪舍的布局上 它的空间特别高 从我们这个母猪的地面的使用面积上 就是一头猪达到7平 整个产子舍的面积足够有400平米 每个懒的面积在8平米左右 三花猪的产子树每窝在10头左右 较大的空间为产后的母猪和子猪 提供更宽阔的活动区域 子猪在出生后两小时内 一定要吃足出乳 出乳中的蛋白质 维生素和免疫抗体 可以提高子猪的免疫力 增强抗病能力 在子猪7日0的时候 要给子猪投放开口料 饲料以玉米豆粕为主 添加适量的鱼粉和乳精粉 提早开始可以促进子猪消化系统的发育和完善 减少断奶后腹泻的发生 吃得好 做得好 也就更有利于三花猪的健康成长了 其实我看到这个猪的这个里边的环境 就是它其实没有我们传统意义上所看到的什么粪变很多 没有这些东西 那平时像我们这些是怎么处理的呢 像我们这个猪粪都是采用人工清粪的 饲养员会随时的巡查每个蓝色的情况 时刻观察三花猪的生长状态 发现并及时清理产生的粪便 安装大排量的换气扇 使射内外的空气进行有效的置换 保证了空气中氧气的新鲜长度 可是说到这儿 不仅又会为这些三花猪担心了起来 我相信许多观众朋友们也都知道 就是哈尔滨当地的这个气候到了冬天 那真的是极冷的 那像在冬天我们有没有对这些猪 做一些保暖的措施呢 像我们这个每一栋这个猪室 都会有一台锅炉 就是每头母猪的泡过去都会有地热的 对于这些三十五日零到七十日零之间的 保育三花猪来说 趴卧区在建造时就更加的讲究了 区别于七十日零后的三花猪来说 处于保育阶段的三花猪 腹部脂肪还比较少 而水泥地面相对更硬也更加凉一些 为了避免因为腹部着地而受凉产生腹泻 所以选用木板搭建 能够更好的隔凉 同时也使地热散热速度减慢 而对于那些刚出生的小猪来说 安置在恒温三十四摄氏度的保温箱 就再合适不过了 而当寒冷的冬季到来之前 人们的身体也要积攒一些能量 用来抵御寒冬 所以秋季绝对是一个进步的好时机 而夏大厨又会带来哪些秋天里的暖暖的味道呢 好菜要有好食材 没有好食材神仙他也做不出好菜了 后边正好是一个当地最大的一个菜市场 我先去看看找找我要的东西 食材的选择对每一位厨师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不知道夏大厨会不会顺利地找到他想要的食材 这里边的这个猪肉啊 都特别的新鲜 也特别的棒 但是和我想要的那种最佳的最好的那个状态 还差那么一点点 我还得找找去 成就一道美食 在选择食材方面显得尤为重要 而对于猪肉这种常吃的肉类食品 看起来似乎没有太多讲究的吃法 但是在厨师的眼里 当他们在选择不同部位的肉时 讲究就很多了 而决定三花猪肉品质是否优良的原因 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吃得好 住得好 这与他们平时情绪的好坏 也是密不可分的 通过大量的实验 发现猪能读懂音乐 舒缓的音乐 能刺激猪的大脑神经中枢系统 调节稳定猪的情绪 减少打架 降低因应急造成的疾病 看来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还真是享受呢 对于这些哺乳期的三花猪 舒缓轻柔的音乐更适合 而对于那些增重期相对大一些的三花猪 欢快的音乐就更合适不过了 其实动物跟人也是一样的 舒适的音乐可以让这些三花猪 心情得到放松 从而更好地进食和休息 对于这些哺乳期子猪 获得优质的母乳 提高免疫力 也有着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好食材 才能成就注意到好的美味佳肴 而三花猪的口感肥而不腻 肉质细嫩 还在于养殖员 为这些三花猪提供的另一项福利 这边我们的猪应该游泳 什么猪可能会游泳 养殖员专门为即将出栏的 育肥三花猪建造了游泳池 这些七个月大的育肥三花猪 在上市的前两个月 每天下午进行一次 两小时的水中有氧运动 经过运动 育肥三花猪的食量也会变大 它们吃的更多了 怎样才能又吃的多 还不长太多的肥彪 这就对饲料有更加严格的要求 像我们猪吃的这个饲料 完全是绿色的无抗的 主要是玉米 豆腐 还有一些康复类的 根据哺乳期 保育期 育肥期 生长发育所需营养物质的多少 和对体重增加的不同要求 适当地调整饲料中 玉米 豆粕和小麦肤的比例 经过九个月的精心饲养 当体重达到二百三十斤左右的时候 就可以出栏上市了 我还有一个任务没完成呢 韩大哥 这次多谢你 让我对三花猪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但是我现在必须要去完成我的任务了 我们先告辞 先告辞 谢谢 谢谢 拜拜 对于导演安排的那个任务 看来刘璞还是动了一些脑筋的 相信他一定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的 郑大叔 郑大叔 您好 您要去干嘛 是这样的 您要帮我一个忙 我们导演给了我一个任务 说要用这个三花猪来做一道创业菜 您还有没有什么菜 是我们刚才餐桌上没有的 这个我们还真有一道 什么菜 这道菜我们大概用三五十头猪制作一道菜 做一道菜 对对对 就是它了 走吧 这个就是自然心管 原来啊 刘璞又找到了郑大厨 要跟他学一道当地很受时刻喜爱的菜 自然心管 决定这道菜口感最重要的原因 还取决于他对食材的挑剔 这道自然心管 只选取猪心管的上下两段 这是因为这两段的口感更好 锅里放入油 油温烧至八成热 放入猪心管 大火炒至七成熟 待心管微微呈现焦黄色的时候 放入干辣椒 自然 白芝麻 辣椒面 煸炒片刻 出锅装盘 加以装饰 一道喷香脆爽的自然心管 就完成了 谢谢 谢谢邓大厨 不客气 非常感谢啊 我的这个任务 这道创意菜自然心管 完成 来到东北 不能错过的 就是那一口喷香热乎的杀猪菜 腌制好的酸菜 配上软嫩的血肠 三花猪肉 无需太多的调味料 简单的烹饪手法 就可以呈现出一道 独具特色的美味佳肴 而三花猪肉的肥而不腻 鲜嫩多汁 兴善味极少的特点 使它成为火锅食材里的 一道新宠 原来还猪肉可以涮火锅 非常香 特别香 好吃 香 还不腻 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又是为整个盐东 储蓄能量的最佳时间 金灿灿的稻田里 稻碎随风摆动 在这片广阔的黑土地里 孕育着我们离不开的 饮食文化 而夏大厨也看中了黑土地里 那些奇妙的味道 脚踏黑土地又闻三花香 今天夏天来这地儿可不得了 它真是颠覆了我三观 您知道哪三观吗 就是我到了咱们哈尔滨 才知道东北赛可以非常的精致 又一个三观是什么颠覆呢 我现在在的地儿是什么地儿 您知道吗 养猪肠 我没有闻到任何的意味 那今天我就在这儿烹调出我们东北最具特色的三花猪肉 我们首先精选了上等的三花猪肉 我的任务完成了 不是 你什么意思 你这什么意思 你带盘菜干嘛来 这是我的任务 我的创意菜 看来刘浦不仅率先完成了创意菜的任务 还通过养殖厂工作人员对三花猪的介绍 更加地了解了三花猪美好幸福生活的一生 而对于善于烹饪的夏大厨来说 他今天又将烹饪出哪种不一样的美味佳肴呢 下大厨选取了黑龙江特色食材 跟传统锅包肉进行了完美的结合 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制作锅包肉一定要用猪里肌肉 因为这一块的肉更为鲜嫩 而肉片的厚度 也是决定锅包肉酥脆口感的第一步 那咱们把这个肉呢 切得不能太过于薄 两个一块钱硬币落在一起这样的厚度 这样的话呢 这个肉又能做出这种酥脆口感 又能够呢 让这个肉快速地成熟 三花猪新鲜软嫩的利器肉 在夏大厨炉火纯青的刀工下 呈现出完美的形状 把肉片腌制大约十分钟左右 肉片也将被赋予更鲜的味道 但决定最终口感的 还要处淀粉赋予给它的那层酥脆的外壳 而秘密就藏在那个看似普通的淀粉户里 我们准备一些淀粉 就是纯淀粉吗 纯淀粉 纯的红薯纹 相对于玉米淀粉和土豆粉来说 红薯淀粉吸水性强 粘性低的特点 更容易使锅包肉呈现酥脆的效果 水和淀粉交融 呈现出流动的状态 这时候水量刚刚好 然而就在这时 夏大厨却又偷偷地往淀粉户里 加入了一种神秘的东西 就是凉水或淀粉 把它和得吸收合适的时候 放上一两勺的油 把生油放在这个糊里边揉捏均匀以后 它这个糊就会迅速地变成了油酥糊 入锅以后它的表皮会形成很多的小气泡 对于炸这种烹饪手法来说 如何控制好火候 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这决定着食材最终的口感 是否恰到好处 油温咱们要达到六七成热的油温 就是这个肉片放到锅里边 它会迅速地淀粉护化 形成一个非常平的这么一个状态 就是相对来说 入锅之前要稍微地热一点 就是我们拿一个腌渍的葱花 放到油锅里边 迅速地会泛起油花 这个温度就能达到六成热的样子了 看来美食制作的过程是不能心急的 想挂好户的肉片 一片一片地分别放入油锅 这样它们才能片片分离 看到这个所有的肉片 都已经漂浮起来了 对吧 我们轻轻地把它们打散 那所有的肉片都呈现出这种充满着气泡 已经完全舒展开来的时候 我们把它们捞出来 锅包肉之所以酥脆的原因 是因为肉片要经过两次回锅覆炸 捞出待肉片稍微冷却后 油温再次恢复到七成热时 再次放入锅中炸制一两分钟 这时候炸制的程度刚刚好 而最后赋予锅包肉酸甜口感的原因 还在于那令人垂涎欲低的胶汁了 这是我又一个独家秘方 橙汁 就是让这个橙汁增加的这种浓郁的果香味道 而且能够把这个酸味发挥到一个极致 快速翻炒均匀 快速的裹匀食材 在这个阶段一定要是旺火速成 汤汁 芡汁浓郁 香味进出的时候 出锅 到了 食材与食材的相韵 猪肉与橙汁的泄后 在油温的作用下 都完全释放本有的味道 给这道爽脆的锅包肉 增添了更加浓郁的酸甜口感 然而 喷香的味道 早已经吸引来养殖园里的工作人员 这个时候 在中国人的心里 没有什么 比跟朋友家人在一起吃饭更为重要 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 这就是中国人对美食的定义 不一样的东北菜 不一样的三花猪 没错 我相信通过这期节目 大家会对东北菜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绝对 因为他们也在不停地创新加入许多新鲜的元素 没错 俗话说 食不厌精 快不厌细 我们也相信这种精致的美食文化 能够一直传承和素养下去 这一站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随着我国畜牧业的快速发展 集约化的养殖环境压缩了动物活动的空间 这就会导致动物的应激反应和抵抗力的下降 而动物福利主要是从动物的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两个方面 关注动物的整个生长过程 使他们的生长性能 生理指标和健康状况得到良好的改善 从而培育出更加优质的农产品 好的观众朋友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今天的农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如果你想了解栏目的更多内容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